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乐迪来到糖果鸡买糖果了 它会摇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糖果鸡掉出来了一个变形蛋 还有一个恐龙玩具 这是什么变形蛋呢?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这好像是一只恐龙 它有尖尖的獠牙 它的脚和尾巴也变形出来了 原来这是一只霸王龙 乐迪在糖果鸡买到的惊喜玩具 是一个霸王龙的变形蛋 这里还有一个恐龙玩具 这会是什么恐龙呢?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出现了 这好像也是一只霸王龙 它有锋利的牙齿 然后它的前肢都是很短的 那你们知道 霸王龙是生活在哪一个时期的吗? 乐迪带着它的恐龙 开开心心地回去了 超级飞侠的酷飞 也来买糖果了 它会买到什么惊喜玩具呢? 糖果鸡掉出来了一个变形蛋 和一个恐龙玩具 这是一个蓝色的变形蛋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动物的脚出现了 它的头上还有一个护甲 最后是恐龙的尾巴 还有头 这只恐龙有三只脚 酷飞告诉我们 它是白尔基的三角龙 这里还有一个恐龙玩具 让我们一起打开来看一下 这里面也是一只三角龙 它的头还可以动呢 那你们知道 三角龙的护甲有什么作用吗? 如果知道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酷飞带着它的恐龙 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超级飞侠的小青 也来买糖果了 它会买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糖果鸡掉出来了一个 绿色的变形蛋 和一个恐龙玩具 这是什么变形蛋呢? 让我们一起变形来看一下 这只恐龙的尾巴 有四个尖刺 恐龙的身上 还有红色的甲板 最后是恐龙的脚和头也变形好了 这是什么恐龙呢? 你们知道吗? 它身上的颜色和小青的颜色 一模一样是绿色的 小青还告诉我们 这只恐龙是石草性的恐龙 它是一只很温顺的恐龙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钓出来的恐龙玩具是什么恐龙呢? 打开之后 出现了一只和变形蛋一模一样的恐龙 它的身上也有很多甲板呢 然后它的尾巴 有四个尖刺 那你们知道 这四个尖刺有什么作用吗? 如果知道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快看 熊出摸的熊大 也来糖果鸡买糖果了 它会摇到什么好玩的惊喜玩具呢? 糖果鸡掉出来了一个笼子 哦 这只笼子在疯狂地摇动呢 这里面好像装着一只猛兽 天啊 这是什么动物呢? 这只猛兽出现了 它的背是银色的 然后身体大部分是黑色的 这是动物的头 它有强壮的手臂 而且它看起来好强壮啊 哦 哦 不好了 这只猛兽发火了 熊大快逃啊 哈哈 那你们知道 这是什么动物吗? 如你们知道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更多更好玩的玩具视频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